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北美的Rachel严同修与我们分享在深陷暴雨车身失控的情况下 严同修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顺利化解一场灾结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军红台长 感恩东方台秘书处无私心情奉献的同修们 各位同修佛友你们好 今天我非常感恩东方台和北美共修祖 给我这个机会与座位同修分享我修心灵法门以来 一些特殊的经历和修心修行的感悟 让我真正体会到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是如何用他的方式慈悲救度众生的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是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是2012年10月底回中国看望父母亲时 通过我的母亲有缘结识到新灵法门 我定居美国已经16年了 洗礼并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也将近15年了 当我看了母亲绝缘回来的卢台长的看图腾的光点 由于台长妙法开示 基督教徒也可以念经来改变调整自己的人生 我当时也只是希望通过念经来改变生活和事业的不尽人意而已 对学佛并不感兴趣 12月底回到美国后 我尽管还是坚持做功课和念小房子 但由于对心灵法门只是一知半解 半信半疑 做功课也是断断续续 在三个月里 小房子虽然也念了烧了三十多章 但没有任何我所期望的转变 我开始有些想放弃了 是妈妈鼓励我一定要坚持 让我读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第一册 不理解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我 开始正视自己 感悟出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所造成的 我开始每天看台长的博客 一有时间就听台长以往的悬疑问答 从中学到了更多的道理 也深深感受到卢台长是如何大慈大悲的红法度人 我这才下决心珍惜这个福报 一心一意修心灵法门 做功课念小房子 消除自己的业障 改变自己现有心态 从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从来美国以后就很少再吃肉了 基本上是一个素食者 只是和朋友出去吃饭时会点鱼 我决定要修就一门精进的修 我开始认真的按照卢台长的三大法宝 许愿放声念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2013年2月份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 从今以后我今生今世要吃长素 在我许愿吃素以后 我鸡蛋牛奶也不能吃了 吃了胃会很不舒服 增长了我的慈悲心 从那时起我给自己规定 每天一定做完自己的功课 每星期用心念七张小房子 一个月过去了 还是没有神奇的转机 但我坚信 只要我一心一意修心念经 念小房子消除我的业障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直到一个令我难以忘怀的星期四 我才明白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一直是如何在保佑加持我 由于公司业务关系 我需要开车到达拉斯 早上起来天气阴阴的闷热 我是最怕下雨天开车 但天不作美 天气预报 星期四五都有暴雨 我又不能因此取消商业会议 星期四早上做完功课 烧了四张小房子 就急急忙忙的上路了 从奥斯汀到达拉斯 正常需要三个半到四个小时 我开出市中心 上了高速 前面的天变得越来越阴暗 开始打闪电 接着就开始下起暴雨加闪电 尽管我把车速减到四十英里 七十五公里 但前面溅起的水雾和瓢泼大雨 让我一下子什么也看不到了 由于路上的积水 我的车开始不停地打滑 车完全失去了控制 我把车速减到五英里 车基本上就停在高速公路上 就在这时 我突然想到妈妈告诉我 遇到紧急情况 念观世音菩萨称号 我开始呼唤观世音菩萨 慢慢地 我变得冷静下来 把车 慢慢地 开到路边紧急停车处 等我把车 停在紧急停车处时 我才发现 一辆一辆的车 从我身边飞驰而过 从未停过 但是在过去的十五分钟里 不可思议的是 似乎一切都为我而静止了 我才深深地意识到 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我 躲过了一劫 等雨小下来 我才安安全全地 开到达拉斯 在星期五回来的路上 又下起了大雨 我开始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安全地开回了奥斯丁 我按照给观世音菩萨许的愿 把这段经历 与各位同修分享 希望我的经历 让大家更加坚信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认真修心念经 跟着卢台长好好修心灵法门 彻底改变我的人生的事 发生在去年九月的亡人附体 我已离异的丈夫Tom 突然地往生 让我又真真切切地 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洗礼 也可能我们缘分未尽 也可能他知道我修心灵法门 能够超度他 他的中医身就附在我身上 在亡人附体的那一段时间里 我有恐惧症的倾向 观世音母亲多次向我慈悲显现 保佑加持着我 以及我们北美共修祖的各位师兄 无私慈悲住院小房子 将近一百张 祝念大悲咒和心经 帮助我度过我生命中的 又一次劫难 让我能够在他的七七四十九天内 念了四十九张小房子 超度了我的王夫 我的妈妈在这期间 在国内帮我放生四千条鱼 让我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从修心灵法门到今天为止 已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我念了将近有一千张小房子 超度我的药经者和亡人 放生将近九千条 困扰我多年的肠胃病 也基本康复 我日益加重的腰痛病也消失了 最重要的是修心灵法门 让我学会了看透一切 放下随缘 不再为人间的福报而困扰 我坚信 秘密之中 官司姻母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和归宿感 我从内心里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把心灵法门带到人间 我每次放生时都要为台长放生 祝念大悲咒 祈求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难的官司姻菩萨 慈悲保佑卢台长 能够法体安康 增强功力 在人世间更好的弘法度人 我要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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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所有的尊敬 来跟着官司姻菩萨 修心念经 跟着卢君洪台长师父 弘法度人 好好地修心修行 消除自己的业障 能够登上师父的法船 重新回到官司姻母亲的身边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官司姻菩萨 摩合萨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卢君洪台长师父 感恩北美共修祖各位师兄 一直以来对我的无缘大爱 感恩各位佛友和同修 谢谢